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接着来分析我们的HTMR的文档结构 好,我们按照我们上节课所说的这样的两个原则来找一下我们的定位标签 好,首先用我们的小箭头来看一下我们要获取的这样一个人气的数据 好,在这里人气的数据3.0万人 好,那么最接近3.0万人的是哪个标签呢? 是span class video number,对不对? 好,那么假设说span class video number 就是我们要抓取的人气的数据的定位标签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要抓取的这样的一个主播的名字 在这里还是用小箭头的功能点一下 好,发现它定位在span class video nickname这里 好,我们把它展开看一下 好,span class video nickname 它的中间包含着这样的一个主播的姓名,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把span class video nickname 作为主播姓名的定位标签 好,我们刚刚的这两个定位标签都只是假设的,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唯一性我们还没有确定 好,那么如何确定这两个标签是不是唯一? 下面是我的建议 这个标签离抓取的数据近不近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个3.0万人紧贴着它的就是span class video number,对不对? 这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所以说这个找定位标签第一步是先看 离数据最近的一个 至于说是不是唯一的话 那么我的建议是大家最好是拿代码来验证一下 你想用肉眼在整个的HTML里面去找video number 是不是唯一的不太方便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政治表达式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我们得出来的video number 它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人气的数据 确实是唯一的没有额外的永远的信息 或者是无用的信息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的选取的定位标签是准确的 还是用代码来试一下最靠谱 好 那么我们现在提个问题 我们现在分别找到了两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标签 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对这两个定位标签 做这样一个证则表达式分析 好 那么这里我不建议大家 直接对我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个span class video nickname 和span class video number 分别做这样的一个证则分析 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假如说我先对这样一个video nickname 做证则分析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组这样的一个主播的姓名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个主播 所以说你对这个video nickname 做这样的一个证则分析的话 你必然会得到一组主播的姓名 好 一组主播的姓名得到之后 我们接着再分析这个video number 那么我们又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组 这样的一个人气值 对不对 但是问题在于这两组数据如何对应起来 这是两个数组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主播对应的人气是多少 两个数组你是很难判断的 所以说分别做这样一个标签的分析的话 不是太方便 我也不建议这样来分析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我靠每个数组的序号去判断 比如说第一个数组的1号 对应着第二个数组的1号 他们就是一对数据 但是这个不是说不可以 也许它可以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这样的一种匹配很没有说服力 因为我们面对的网页很多时候是未知的 所以说你如果是要靠序号去匹配的话 如果它这个网页很规律的话 也许匹配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它的网页不规律的话 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是匹配的 有错误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如何解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要灵活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数据看作是一个数据 对不对 或者说你把它看作是结合在一起的一组数据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它看成一组数据了之后 我们再在这组数据的外面再找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离这一组数据是最近的 并且也有微信 这样不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了吗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span class video nickname 和span class video number 这两个标签是否是一组数据了之后 离它最近的是哪一个元素 是哪一个标签 好 我选取的是外面的 这个dev class等于videoinfo 这样一个标签作为这一组数据的定位标签 好 那么这里我们涉及到我要讲的第三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非常重要 在我们选择标签的时候 我们尽量要去选取这样的一个可以闭合的标签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可以闭合呢 比如说我刚刚选取的dev class等于videoinfo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第五标签 它是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的 然后这一个开头标签和一个结尾标签 刚好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一组 video nickname和video number 也就是我们主播的名字和主播的这样的一个人气值 给包裹起来的 所以说这个就叫闭合 我们尽量选择这样的一个标签 作为定位标签 好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选取 video nickname上面的video title这个标签 因为span class video title这个标签 它不具有这样的一个闭合性 它并没有把我们的video nickname和video number 这两个数据给包裹起来 所以说我们选择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它的这样的一个副级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而video title它只是一个兄弟级别的标签 它兄弟级别的标签是不太适合作为定位标签的 这里不能说一定选择 你可以选择一些兄弟标签 但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兄弟标签作为定位标签的话 那么你的政策表达式会写的比较复杂 我们的政策表达式是很强大的 你选择兄弟标签去做政策匹配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会比较复杂 我不太推荐 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选择的span class video number 3.0万人 3.0万人是我们要获取的最终数据 而我们的定位标签选择的也是一个闭合的span class video number 然后后面是一个结束反斜杠span 它也是闭合的 包括我们选择主播名字这个数据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span class video nickname 对不对 它也是一个闭合的 它也有一个斜杠span作为闭合标签 最终我们选择的这三个标签都是这样的一个可闭合的标签 好最终我们再把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所选取的标签结构再把它理一遍 首先我们选择了一个div class video info 这个div class video info 它是一个可闭合的 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有两个这样的一个span标签 一个span标签是video nickname 另外一个标签是video number video nickname它的内部包含有我们要抓取的这样的一个主播姓名信息 而另外一个video number这个标签下面有我们要抓取的主播的人气信息 好那么我们整个结构理清除了之后 我们正在表达式的编写思路也已经慢慢的浮出了水面 我们首先需要利用video info这个标签 在整个的htmi文档里面缩下我们要匹配的范围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video info这个标签 拿到video info标签内部的内容 好拿到了video info内部的内容之后 我们可以再用正在表达式去匹配video info内部的内容 进一步的找到video nickname和video number 好然后我们可以再用video 再利用video nickname这个标签 进一步的去寻找它内部的数据 以此类推最终找到我们要的最终数据 好我担心可能大家听的不是太明白 所以说我专门就把它给简化了一下 画了一张简单的思维档图 好最左边的这个HTMS 对应的是我们整个的HTMS文档 它的内容非常多 好然后我们现在要找到包含主播性命和观看人数的 这样的一段内容对不对 好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第5class等于video info 这个闭合的标签来找到包含主播性命和观看人数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我们要寻找闭合标签的原因 因为等会我们在写两码的时候就会看到 找闭合的标签非常有利于提取中间的内容 如果你找的不是闭合的标签的话 提取内容不是那么的方便 好一旦我们可以提取出包含主播性命和观看人数的 这样的一小段HTMS了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再在一小段的HTMS 再在这一小段的HTMS里面 根据我们另外的两个标签 一个是span class video nickname 还有一个是span class video number 分别再来定位主播的性命和观看的人数 由于我们选取的span标签也是这样一个闭合的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提取出 我们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主播性命的数据和观看人数的数据 好其实同学们也可以从我的图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爬虫它就是在逐步的精细化信息 首先我们拿到的是一个比较粗糙的信息 我们肯定粗糙的信息里面是包含有我们要的数据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无法把它提炼出来 然后在逐集的去精确定位 最终找到我们要的这样一个数据 我们这里的提取的数据 我看熊猫它的网页还算是比较规范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通过两集就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那么应该是三集的这样的一个文档 然后我们提取两次就可以了 那么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或者是不规范的网站 它有可能让你提取三次四次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提取的流程是不变的 它就是一个数据精细化的过程 当你去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网页的时候 不要着急 你一定要按照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二加一 开始说了两个最后又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 来最终找到我们要的这样一个数据 思路和思维只要不变的话 再复杂的网页其实都不怕都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其实爬虫最难的倒不在于正则分析 就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讲课的话可能最难的就是分析这一部分写正则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写爬虫的人的话 你就会发现提取正则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 没有正则分析不了的网页 最难的地方还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爬虫与反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 这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现在实际上只是分析的一个主播 他的这样一个姓名和观看人数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一组这样的一个主播的姓名和人数的一个提取过程 怎么理解这幅图呢 首先我们通过正则只写一个正则表达是 就可以提取出一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class video info 来对不对 然后我们会利用循环 会利用循环分别在每个的这样的一个class video info下面 再分别的去提取这样的一个video nickname和video number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分析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后面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就稍微的快一点 因为我们实现代码里面并没有什么知识 是我们没有学过的 我们是用到的所有的知识 都是我们之前所讲到过的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还是可以下去了之后 自己动手 尝试着去写一下 因为我们唯一一个没有讲到的就是如何去获取这样HTML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也已经讲过了 那么你自己尝试着去写一下正正办法式 看一下能不能够把最终的这样的一个主播姓名和观看人数 把它给提取出来 并且把它做成一个排行榜的形式 好 那么 那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